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生日好像我们都没有太去刻意的准备什么 因为连我自己也不太记得我自己生日了 结果就今年他也没有订蛋糕 反而是朋友们都安排了很多蛋糕给我 但是我自己心里头就是每一次他们一说要买蛋糕 我就说千万不要 我吃蛋糕吃到那个人有点腻了 开始有点想吐 所以他们就说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买太多蛋糕上来 那所以今年的生日就是在很平淡的过程之中度过 然后而且就是因为我是刻意请了四天的假期来给我放一下假 但是发现自己生日比平时上班还要忙 那结果就就是这四天假期就是被朋友的饭局给约满了 还有照顾小朋友 那所以今年的生日是虽然过得平淡但是非常非常的充实 老公没表示没关系还有姐妹可以一起庆祝 不过蔡嘉欣的男朋友在Genie的生日饭局上就成了大家的围攻对象 今年的生日蛮搞笑的 我是跟姐妹桃的一班主持一起请主一起吃饭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记得蔡嘉欣她的另一半也在场 那她的生日就是在我的生日早一个月而已 然后她生日的时候她跟大家说 哎呀我生日的时候收到支票 然后我就哎她又在 然后我马上把这句话转达给我老公听 然后我跟她说蔡嘉欣生日的时候收到支票 然后她那个当事人她的另一半也在场 然后我们就就一直都在说她她做坏榜样了 因为她做得太好令到其他的伴侣们都有压力 所以就是就是在一个欢乐的声音当中去度过我的生日 同一天录影的还有蔡嘉欣 陈诗欣 张宝儿 夏日炎炎女士们当然要更加注意防晒和保湿 Yunas和Boye都有在节目教各位姐妹自制面膜 而经常被人笑肤色黑的Yunas 原来为了美白也试过自制牛奶浴 之前就因为蔡嘉欣就常常都笑我很黑 所以我呢之前都试过用牛奶 甚至泡我泡脚 有用吗 泡脚 你要脚白干嘛 我脚绝白 你的脚黑吗 对 我没有笑你黑啊 因为你本来就是黑啊 谢谢你啊 一直留长发的Boye在四月底的时候突然剪短发 还拍片给了老公袁伟豪一个惊喜 虽然Boye有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剪短发是老公的意思 但还是有人猜他是不是有喜 所以这天Boye也有再一次解释 对 因为白人说我的那个发型比较没那么时尚吧 之前那个长发他说是每个女孩子都有的 我拍那么多的时装照为什么不能剪头发 然后他说一句我就生气了 然后就剪头发了 但是你听他的话了 因为他说我没有心意嘛 然后他还想我剪那个棋的那个刘海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挑战 我觉得他挺有眼光的呀 因为短头发好像比长头发要好看 这里对没有人家都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他一直在开心 接着那么对不 两人家都没有跟你说 什么都行 那么主别人说